在本视频中,您将学会如何拦截在场地上滚动的球 关键的步骤包括停球、追踪以及拦截 如果板球向您的方向滚来 您首先需要做的事情是挡住它的去路 立刻跟着球跑,并尽量尽快用手接住球 弯曲您的膝盖压低身体,保持平衡 然后接住滚到您面前的球 捡球的时候,和您捡球的手同一边的脚向前一步来支撑您的双手 如果球滚动得很快,或者滚过一段不平整的场地 您可以侧身单膝跪地,用双腿来挡住球的去路 同时,食指向下张开,接球的动作要轻柔 接到球之后,将球放在胸口的位置 当球从您身边滚过的时候,请立刻追上去 当您追上之后,立刻俯身将球捡起 如果您的惯用手是右手,您要向球的右边跑 然后,倒地接球 接到球之后,请尽快利用双脚保持身体的平衡 眼睛向前看,确认投球的方向 如果球致离您很远,您需要立刻跑向球 在球出界之前拦截住 如果有必要,您可以用脚的内侧来接球 每次都要去看球的方向 同时,请在场上勤加练习 祝您练习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